众三条以上,夫妻离婚是迟早的事,远近人善 一,经常吵架,夫妻吵架本来是常事,但三天一小吵,五天一大吵,就容易影响夫妻俩的感情 吵得次座多了,心也就寒了,两颗心也就越来越圆了 二,毫无信任可言,两个人互相猜忌,平日里谎言太多了,真的也变成了假的 所以夫妻两人总是在质疑和试探对方,互相防备,各自心怀鬼胎 三,暴力,不管是动手动脚,还是沉默无语,都会让夫妻两人越走越远 暴力真的解决不了问题,只会加深彼此的隔阂,互相嫌弃,心存怨恨 四,没有共同语言,说不上几句话就吵架,平日里也没什么好聊的,聊不到一块 五,三观不合,特别固执和质疑为四,总觉得自己是对的,别人是错的 不愿意包容和退让,只想对方妥协自己 六,不停地想要改变对方,把自己的思想观念强加在对方身上,根本不考虑对方的感受 什么事情都只考虑自己 七,家庭矛盾上升为夫妻矛盾,和对方父母相处不了,也不愿意主动去化解矛盾 动不动就把离婚挂在嘴边,不停地威胁对方 八,夫妻生活严重不和谐,要么直接没有夫妻生活,要么两个人完全不合拍,在一起也没什么感觉 本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,却弄得非常不愉快 九,暧昧出轨,对婚姻不忠,把另一半当猴耍,背着对方在外面找情人 还把一切过错推到对方身上,自己一点都不悔改 十,太过于斤斤计较,一谈到钱的问题,就不愿意退让 只想索取,不想付出,把钱看得太重,太计较自己的得与失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